欢迎各位来到张富源跑马4.0的频道 今天香港转播大阪杯 日本赛事第一时间都找哥登 和他谈一谈这场大阪杯 看看他如何分析 在未开始时,张先生,没有要问哥登 很简单,根本第一点 我没有做大阪杯的功课 麻烦你交了功课,就给了帖子,好吗? 第二点,我就想跟着讲完之后 哥登就去过尾单 我上去讲一些感受 我都说了,问一下他春秋芬 是不是已经比他的老爸好呢? 好吗? 整体的体验,你的体验就可以了 好啊 你未来20分钟,由你两个 担光浪费我坐在那里,发牛斗就睡觉了 好啊 哥登,你先来吧 大阪杯 二千万一 今年非常复杂啊 我看香港那份赛绩呢 不是有很多不同的媒体的贴士的 是是是 我数下了,有十一只马正选的哦 是是 十一只不同的马做正选哦 那这场的确是很乱的 那怎么说好呢 是应该说 因为有杜拜世界杯 赛马日这一件事在前面 结果呢,就很多马就过去杜拜 那刚才这个杜拜特和世界杯呢 有很多一些可能二千米的马就过去跑 那搞到这一场马呢 就 是不是没有名气马?有 但是是不是一些很高质素 很压一的马?没有 就是差不多 那就变成这一场呢 就大运战 那我自己呢 就这一刻呢 就较为喜欢一只磅磅毛比多一些 嗯 那这一只马呢 以往跑了好像四场 还是五场左右 四场的一级赛呢 长长都遇怪兽的 就是当时的怪兽啊 由21年开始 天皇上秋 要对那时候最强的乐透心 香港杯队唯独爱你 接着去到去年的大阪杯呢 就要 就慈天佩一 他自己就早了法力啦 那结果就被人捉到 就去到 去到寶宠就要对着领涵 哇,这一只怪兽 这一只输少少 那一只都显示到 是当时一只很强的马呢 那结果上年 秋天就完全不跑 完全不跑 就去到今年才出发 在中山纪念出发 那场赢得很轻松的 七岁马 仍是在那里的 就是那个形状还在那里的 他一直不肯退役 会不会就是想缺一成gy one З along的 希望那个配种价格又会好一些呢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馬在這裏相對在群組一表現很平穩 很四平八穩的馬似乎是這一隻 好,繼續做什麼對手? 由於這一場真的亂到鎖 其實不應該是大難門的,日本方面 我忘了查陪律,Stanley要幫忙幫忙 那是野田小子的13號 野田小子? 這隻是香港的亞軍 又是在中山紀念那場復出的 那場馬一旦起步,出閘一閘一閘 然後走得不太順,有點搶口 結果入席路之前,馬就已經散了 回顧過去一年,所有他上名的賽事 全部都要在中外檔那裏自己剪刀,然後才行 而對上一次不上名那一次 應該是去年安田紀念,如果沒有錯 前年就忘了,那場馬呢 就是他放在前面走,沒有人肯放頭 他放在前面走,就自己散了 所以這隻馬似乎在今場裡,又有些適合跑 那這二十多倍是一隻過分了的難門 二十倍啊,香港 香港幾倍啊? 二十倍 都二十倍,都二十倍 可能是上一場的表現好像太差 而導致到,不如很多馬選就不選他 那這隻馬其實在這裏,都是一隻叫做 披馬,或者一堆可以選的馬之一 是 是啊 那就可以選這隻 如果我再選多一隻的話呢 我想選一隻金積棋 不關武蜂繼續騎上去的事 是這隻馬,其實過去這幾場馬做不到自己 我的說法是 是 長長都是可能被那些本初之海頂住 那不如就你放吧,我不放 要是呢,就是去年大阪杯 就對著這隻非洲寶金 讓他不斷辣 不斷辣 不斷辣 不能回氣 結果那場跑第五 每一場跑group one 都好像有些東西不適合 不適合他的形勢而輸了的話 那這一場我看來看去 又不覺得有什麼馬會放得很急 跟好位的馬有大把 如果他這場可以做回自己 放在到前的位置領放的話呢 其實他未必會差得過任何對手 那我先選這三隻 Stanley,你有什麼選擇? 我也喜歡另一隻 南門 現在香港的南門 二十多倍 四號北橋 四號北橋 先說這組 我自己做功夫的時候留意到 其實很多 剛才你所說的 比較好的 比較top的group one馬 都去到道拜了 那這群二次米馬 其實這群他們的共同 很多比較共通的點 就是他們很多都是在上來的馬 即是他們已經贏到二級賽 是否證明到一級可以贏 衝擊成了一群馬 所以你剛才說整個形勢 軍勢 我覺得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就是我選擇 為什麼選擇 北橋 北橋是看著他 在職位上 他是進步中的馬 以及上場 北橋贏的那一場 剛剛贏的那一場 的級賽 很明顯看到他還有 還有在那裡 似乎這隻馬 今季轉稅之後 是很明顯 我覺得他還有一些進步的 所以如果這場馬 在混戰來說 現在香港有二十幾倍 我覺得可以考慮這一隻 我知道 補足一句 就是在Tips表 馬會公佈那裡 就有15個日本平馬人 就給了一票正選 一票次選的 就是這隻北橋 但我想問一下 我看的Tips表 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7號摩天威斯 就有兩個人 就是貼做正選的 但是沒有人貼做二三選 通常這些很奇怪的 就是有一兩個人看好 贏得 但是其他的認為 完全沒有機會 好像完全沒有機會 不用看的 為什麼 這是什麼馬來的 什麼馬來的 沒有留意嗎 摩天威斯 這隻我有做 你先說 你先說Stan 這隻 摩天威斯 這個場 跑兩場都贏了 同程同場都贏了 另外上場 他輸給聖局在望 但是他很輕鬆 上來拿回 Kill 所以 有些人 都未必敢批死這隻 這隻馬來的 不過他們認為 可能一人贏一人沒有 但是上場 看到這個騎士 知道不夠聖局在望 用最少力 就已經拿到連擊 所以這隻也不敢批死他 又問一下你們兩位 那很多人提供吉典娜 一檔 怎麼看 你們兩位 這個似乎你熟 一檔 一檔 我就覺得沒什麼問題 這隻馬 但是有很多選擇 底下 他那一檔 會不會反而困獸鬥呢 這個我就很懷疑 還有 其實吉典娜某程度 都要證明到一些東西 李慕華是不騎的 是不是 他走去騎 當然他騎的十一 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 去年 他去年秋華上那場 是輸得挺慘的 出閘不好 然後找不到位 萬七樣東西 要不然他都贏了 已經做了三冠了 那麼 他都寧願選這隻 不肯吉典娜的話 是不是在講前景的問題 還是會怎樣呢 OK 加上一檔 我不知道他怎樣拔出來 所以就放棄了 就是很多選擇 在很多選擇底下 你只能夠夠很多馬 踩邊線 是啊 沒錯 那不如你兩位 綜合一下你們的貼士 好嗎 或者作最後補充 是 葛登 除了你那三隻 你就首選 十四號 磅磅無比 然後次選 十三號 野田小智 三選 九號 你自己有什麼補充呢 其實 還與女者 這是六號 六號 孫妍像 騎上去 又不錯 還有他 他是 那個表現之後 應該是那一場 日本盃之後 其實他 他 再跑 其實很快 是跑一月 一月的賽事 如果一隻頂級的馬 不像是會這樣的部署 可能二月才會復出 他不是的 趕快要跑多一場 告訴他這隻馬 OK的 他實在也都贏得 贏得叫做 你說要拍照贏 是的 不過 當然 那場馬的水準 是不是很高 就兩體 但是 用到川田障瓦 在這一組 也都是一堆 邊線馬裡面的其中一隻 說到川田障瓦 就贏得世界盃 我們一會兒再重複這套提示 我們走之前 就重複提示 我們不如說說 爭取時間說說 世界盃 那天 你是第一次去這個馬場 有什麼感受 還有什麼見到 還有總結的賽果 等等 你個人的體驗 我個人的體驗就是 真是游王的大玩具 游王的玩具 游王設定的玩具 就是一個 怎麼說呢 我們認識的杜拜 是由斯柏開始 接著就轉來尾單 那尾單其實是十幾年 課仔的一個馬場 但是以一個可以 你叫做有一個很長時間 去做一個賽馬事業的一班團體 去興建的一個馬場 任由你興建 土地又多 任由你興建 他興建一個2400米一個圓州的馬場 嗯 他根本沒有想過 他根本就沒有想過 我應該要怎樣去 去大一些路程 在一個最公平的情況去跑 結果就是2410米 我可以去到跑道口去看 當然遠看也看到 如果不是2410米的話 2400米就剛剛在終點柱那裡起步 嗯 我可以跟你爭辯 2410米的意思是 他剛剛是李半 因為那個李半 那個 就是傳統的李半 英國的官員是2409米的 所以2410米是對的 這個都明白的 但我的問題是 當你一個馬場 在終點柱之前起步 這個都可能不用說10米 是不是那10米的問題 在終點前起步的話 我們在香港 2千米起步的打鼻 都爭辯了這麼久 這麼多年 是不是公平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整個一里半的賽事的話 其實是更加不公平的 理論上是 嗯 所以我覺得 是一個 他去設立的一個大玩具 想想 杜拜這個馬 尾丹這個馬 尾丹 是由10月底 11月初 這個馬桂 去到杜拜世界 杯賽日 就是最後一天 這三個月裡面 其實 他是 要跑的話 跑一天而已 真正的大賽 只有一天而已 大家都知道 杜拜超級星期六 不是東西來的 現在已經 是 所以 我給我第一個感覺 是這件事情 第二就是這個玩具 的確是 很漂亮 很金碑輝黃 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如果他都不金碑輝黃 就大件事了 是啊 但是他始終比其他的中東馬場先進一點 是嗎 是 很明顯是的 當然 我就沒有去過其他馬場 中東其他馬場 但是如果以這個去看 他比較香港 香港都很現代化 很漂亮 英國那些 英國那些 可能是很傳統的 其實可能有些馬場 根本的大放台 都不是特別大的 這個 說的是 那座看台 那座建築 去到美丹酒店 就是過了 中點柱那些位附近 那裡 整座建築 是1.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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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些涼風 什麼都像香港的秋天 是 臘尾去到深秋 嗯 那就天氣了 很舒服的 其實是 但是我想問一下你了 就是 濕度百分之一二的 很乾 很乾 是啊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頂得順的 所以我 我開始有些認同 在杜拜跑完之後 是要較多的時間 去回復那隻馬 不要說馬 人都要 OK OK 好了 整體那天的賽事 有什麼看到 跟什麼觀感 有什麼評論 特別是日本馬表現 日本馬呢 就似乎看到一件事了 當草地賽事 其實已經是證實了 有多厲害了 就是不斷地 到什麼 試馬開 贏到馬之後 他們將那個矛頭 轉去跑泥地 好了 世界盃那場是一個很好的 世界盃和阿聯優打 給這兩場很好的 看事 阿聯優打 給頭四名 都是日本馬的 嗯 而四隻馬 是各自彈開 彈開對手 而第四隻又彈開第五名 那麼 再加上 在杜拜世界盃那場 跑八隻 當中是有一些 是不 你事後再看 或者事前都覺得 是有些問題的 特特拉薩那場 那隻本初之海 他來到跑 杜拜世界盃 是因為之前 在沙特盃盃 贏了 是 沒錯 是 那跟著呢 在加拉丁那那時候 那個主持就問 我不知道馬主 還是連馬 我忘記誰了 就問 你覺得那隻馬怎樣 類似那些東西 秋仙之前 他又回答了一個問題 很有趣的 他就說 那隻馬 就好像連馬師說的 就說 那隻馬狗化洞 是最好的 嗯 那隻狗化洞 我的泥地 我是想征服泥地 我去掩掩掩掩 做其他的角色 還是怎樣呢 嗯 是啊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最後見到的事情 就是 現在在日本 在杜拜世界 日本的馬匹 在杜拜世界盃裡面 跑得最好的兩隻 是在地方 地方競馬那裡出來 不是 就是說在地方競馬場 是 是一個好成績出來的馬 是 是 那會不會就是 他們 又加上 接下來日本 在JRA和NRA 會在這個 泥地賽事裡面 有一個大改革的嘛 是 因為 前一陣子才知道 是 NAR 就是 每年 只有兩、三場 Good Race 的而已 就是兩、三場 變成了 泥地 就更加少了 所以 這個 這個跡可能又不是 真真正的反映實力的 就是 NAR 或者JRA 那裡 因為它只有 Group Race很少 是啊 JRA只有兩場 2月錦標 還有11月 那時候 是啊 所有NAR的賽事 只有兩、三場 是 Group 的而已 其他都叫做 Domestic Group 就是本土的級制賽 就不是國際一級賽 是啊 是啊 在那個制度上面 是啊 那會不會就是 在這個情況下 那些JRA好的馬 過來 跑道 世界盃 大家說一聲 但是我們上個禮拜直播的時候 好像都已經有提及過的 就是那場頭馬 就是補樂 我忘記中文馬名字 是啊 那隻馬 那隻馬的英國賠率 是這麼多隻 日本馬裡面最熱的 是啊 它會不會就是 一早已經是看到 其實 現在日本 日本的馬 會不會就是 開始用這個途徑去做 它們在 在清霸世界 除了草地 已經做到之外 在泥地上面 都開始會做這些行動 去做這件事 而它是配合著 由國內的一些賽制裡面 配合著去做這件事 下一步 會不會在美國那裡 都清霸了呢 準備 嗯 我都同意的 我們 賽前那天 我都說了 就是都說了 出八隻 時候看來 它又很有對際的 就是每隻馬拿去的位置 就是每個位置都有一隻日本馬 在那裡 就是有些放頭 有些收好位 有些中間 有些留到最後 有些留到最外 他們 好 好 這個對際 應該這麼說 那麼 贏了那隻 根本是包尾的 就是前段包尾 然後呢 就是兜大灣 用美國式的跑法 中段法力的 所以就是 你知道它們不是腹路 今天很有計劃的 那你整體來說 那你整體來說 其他的馬呢 除了日本馬 有沒有其他馬 你有什麼觀感 對馬或者賽事 有什麼觀感 我最有印象 是那一場 杜拜金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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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那一場是波爾明贏的 是 波爾明 比我們 我們 因為在越洋傳播 見得很多 香港也見過很多次 香港也見過很多次 這樣 實際這場 好像是二級賽 是 但是你會看到 喂 為什麼一隻歐洲馬 在這裡跑 又可以 這麼厲害 很韌力的 這樣 這樣 會不會 就是 我們再三 再三看得到 杜拜這個跑道 真的不是等閒之馬 可以應付到 尤其是歐洲賽 歐洲 你真的要很適應到 這些場地 你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同意 諾斯芬像是一隻 波爾明 竟然是第二隻 是因為他 在亞洲 或者在不同場地 都可以跑得到水準的話 會不會就是這些馬 才可以跑到呢 歐洲馬 不要亂來 我同意的 首先 乾快地 我們都說沙漠的氣候 一定是跑快地 你最掛好地 都是 好像快地 很硬的地 是吧 歐洲 我經常在歐洲馬 跑慣常直路 慢慢扔著 扔著來跑的 那 誰知道 進到這個馬場裡面 搞錯 扔著進直路 只剩下四百多米 沒得追 前面那隻不斷 前面那隻不斷 你怎麼追 就沒得追 說回來 用前領贏那隻 哇 春秋芬 你是熟日本馬的 你覺得 他的性能 是不是像他爸爸 以現在的進度來講 會不會好過爸爸的機會有多大 北部園區 賽前 賽前有去講這件事 那 講的不是這個課題 是講跟行目的比較 哦 OK 因為那時候 因為行目很早已經是成名 有一個很 很有氣場的馬來的 很涉人的 很威力 但是這隻馬其實在 上年三歲的時候 在二千堅離 在打比 都是因為十八檔 所以輸了 但是 你就會見到 但是跟著 跟著的事情 你會見到 逐步逐步上來的 開始 開始來了 到這一場 用一個很暫身的跑法 去跟你說 我啊 很私善的 我那一場 我幾六時間贏的 那他似乎就 一步一步 就邁向一步園區 那種的成就 當然你說 這一場馬 是不是一個很高水準的一級賽 我就覺得 未至於 我知道我是近年 較強的一場司馬 這樣去理解 他可能之後的挑戰 會更多都不一定 嗯 知道 那一部園區 是不是也是 是軍足馬 我都記得 這隻 我記得是雷近的跑法 是啊 是雷近的跑法 嗯 我們不知道 我們沒有去查 贏完之後 給他國際評分 那你覺得 是不是真的 很有機會 好過老爸 很有機會 我覺得很有機會 現在他 他還沒見完 這一下恐怖 嗯 但是 那些海外報道就說 他不會跑海船門 已經決定了 是啊 這個 這個就沒清楚了 是啊 會不會 他都明白到 他根本一定要跑乾快地的呢 是啊 可能他們經過 我覺得可能經過多年 在海船門的慘痛經歷之後 一些很特別擅長快地的馬 根本就不需要 不需要這樣去搏 是啊 無謂 無謂浪費 老實說 我同意 我覺得不如是跑肉馬借杯 好了 是嗎 是啊 用馬借杯 也是同一個左轉方向 跑乾快地 用馬借杯 好過了 好過海船門 我覺得一件事 就是用頭髮 整體的總括 你有什麼個人的 有什麼得益 有什麼體驗 這天的賽事 啊 因為我當日呢 是要來回這個 pre ring 就是準備那個沙圈 然後上上下下 我覺得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世界級的 的賽馬 這樣去算 這個pre ring 是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有得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看過那個鏡頭 嗯 是啊 就是 之前準備那個沙圈 是啊 是啊 很前 有都是很快的 看一看 他主要的鏡頭不在那裡 應該 因為我看到有鏡頭在那裡 但是應該不是主要的鏡頭在那裡 假如是有機會看到的話 真的 有很多東西看的 是啊 我也在這裏說句對不起 因為呢 我在那個pre ring那裡呢 我就是看到 司馬經典那一場呢 那一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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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能看到多少呢 或者情緒影響多少呢 那這個就 可以看到了 嗯 那結論就是 就是一個好體驗 如果有機會去 你都會再去的 那我覺得 有時間的 我自己一定會再去 我覺得是 那我覺得香港馬迷 如果有時間 也有些少盤穿的話呢 都值得去看一次的 我就不是的 我叫人呢 就說 你去英國打鼻看一次就夠了 你去完一次之後 你永遠不會再去英國打鼻 那些辛苦的程度 你不會再去的 那一場呢 去這裏就好處舒服一點 可以去兩次 英國打鼻 英國打鼻 真的去一次就好了 真的 就是 他那個散場那種 那種的悲壯 共苦 是令到你 是令到你卻步的 下一次是會 就像YS 我跟我都敢說 你去一次就好了 就是你來看完之後 你不想再去的 因為那個 完全說不到舒適 就是受苦去看大賽是無謂的 沒錯 多謝你哥登 我們也說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不如我們總結 重複一下 重複一下 哥登在今天大阪杯的提供 好嗎 那哥登的提供 首選就是 14號磅駁無比 次選13號野田小子 那就是 三選9號金積棋 那四選就是 6號的環宇女者 是吧 謝謝哥登 大家 四五月 會不會在這裡看到你 因為很多日本賽事 單場 或者甚至全賽日 都跟著 連隊來的 那又要勞煩你 提供專業的 深入的分析 是 OK 好嗎 OK 今天謝謝哥登幫忙 我們之後再約哥登 再做一些日本的賽事 歡迎各位朋友 訂閱我這個面劈頻道 給我們鼓勵的like 給我們 也歡迎成為收貨會員 成為收貨會員的方法 可以在我們 YouTube的文字版裡 一條link 我click進來 就會知道怎樣成為收貨會員的方法 我們這集聽到這麼多 謝謝 謝謝 謝謝